今天第一個題目,我剛剛提到就是這個單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單位不是叫你把108填上去 有人說,老師我直接填個108上去 會有個問題 如果單位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不是叫你自己填上108 108這樣,每個都要這樣343 每個填不完 然後你填完之後你還要去查單位 單位108是多少 108是這個 你要Ctrl-C,Ctrl-V貼過來 那如果資料量少還可以這樣子 可是資料量多的話你永遠做不完 所以我們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先把108的資料切過來 所以怎麼把它切過來 第一個你要想到是插入函數 然後用哪一個呢? 文字類裡面的mid mid的話是取中間的文字 mid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之後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從第幾個字開 123第三個字 要取幾個字 Lumber Chars是數量的意思 幾個字的意思 然後有幾個字 108三個字 好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108 有沒有 那可能還是要特別小心 雖然說呢 你這邊看到的 將來呢 輸出之後是108 可是它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雖然看到的是一個數字 但是 在Excel裡面它是一個文字 文字跟數字 在Excel裡面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所以我要利用這個108的文字去查詢什麼 查詢這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的話呢 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從哪裡呢 從這邊吧 Ctrl-Shift向右向下 看一下 你看它那個表 它實際上已經幫我定義名稱了 所以A1Ctrl-Shift向右向下 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定義 看起來 另外的話 當然以前是針對這個範圍去做查詢 那因為這個題目裡面它蠻貼心 我看一下 在資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叫定義名稱的 應該是公式 公式裡面有一個名稱管理員 各位可以看到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它已經幫我們建立好 公式名稱管理員 它已經幫我把那個單位這個地方 已經幫你把它變成一個名稱了 指向哪一個範圍呢 我們看一下 單位裡面 這邊點一下 它已經幫我把這個範圍 變成一個名稱了 有沒有 所以 也就是說 將來你只要用這個名稱 它就指向這個範圍 OK 那所以 那我們將來 如果要取得這個名稱的話 那就按F3就可以了 F3 好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108的資料 的 右邊這個資料 帶回去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一 先把剛剛這個做完之後 把me的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二的話呢 再利用一個函數叫 vlookup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就是我們 這個單元的重點 在查閱與參照裡面 的最下面吧 最下面你拉到最底下的話 有一個叫倒數第三個 會有一個叫vlookup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其實講白的啦 就是幫你查資料啦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 四個訊息 按確定 第一個訊息 它會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資料啊 我要查108 所以你把剛剛那個me的 那個貼到這邊來 它會出現108 我要查108 第二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去哪個表格查 那個表格就剛剛在那個 我們單位裡面 其實就會有一個 已經幫我定義好的名稱 那我剛剛講 按F3 所以你在tablearray的 右邊按F3 它會跳出那個名稱的 一個清單出來 其中有一個叫單位 我要去單位裡面 幫我找一下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用名稱的話 怎麼辦 沒關係 你變成說你要去選 這邊的那個範圍 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 用名稱好像我覺得 比較 感覺好像比較清爽一點點 因為你按F3 它就跳出來 按確定就可以了 而且公式裡面比較清爽 就是這兩個字 它就不會是什麼 哪個工作表 驚嘆號的哪個範圍 這樣我覺得 而且喔 如果你用那個選範圍的話 你還要去加錢的符號 因為你要向下填滿 那如果你用名稱就不用這樣 這麻煩 OK 所以定義名稱我覺得 相對是便利許多的 好 那第三個問題什麼 COL是藍 INDEX是鎖引值 OK 的數量 所以意思就是什麼 白話意思是說 那請問一下喔 你要把這個單位裡面 總共有兩藍嘛 那請問一下喔 你要把第幾藍的資料抓回來 所謂的第幾藍指的是 這邊總共有兩藍 這個是第一藍 這個是第二藍 那我要的是第二藍 所以你這邊就填入二就可以了 那再來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Range Lookout 請問一下喔 你是要找完全一樣的嗎 還是要找接近的呢 如果這個意思說 你要不要找接近的呢 如果是的話就是一 如果零的話就是不要 不要就完全要幫我找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我只要找108 你就給我108 如果沒有108的話 告訴我沒有 可是如果 假設你是1的話 沒有108 他會幫你找107 找接近的意思喔 所以喔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要找完全一樣的話 那我就填入0 所以第二藍 填入0 OK喔 所以喔 這個VIRU函數 這四個參數啦 實際上就是四個問題 反正你就看得懂啦 但是我覺得 Excel裡面比較麻煩 就是前面這個 這個英文訊息 有沒有 我是覺得他應該把它翻成中文 但是從 二、三十年前的Excel就是這樣 到二、三十年後還是這樣 他就沒有改 所以這個地方是比較大的罩門 所以以後慢慢各位習慣 所以你要把函數學好 其實不用背啦 最重要是看懂前面的訊息 有沒有 剛剛講喔 Table就是表格啦 Array的話就是範圍 那COL一般是Col 就是藍的縮寫 Index是哪一個 第幾個的意思 Lumber就數量 然後那就第二藍 然後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就0 好 0其實等於Force喔 有沒有 Force就不要 那E的話就True 就是要的意思 好 那我們就大概OK之後 他就得到總行審計簿 沒錯 按確定 那接下來你就直接點兩下 全部查完了 有沒有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真的我看到有人每天在那邊 我說你在幹嘛 他切過來查 查回來 還要貼過來 查貼 查貼 我說你要做到哪一年 哪一日才能做得完 而且你每天都在做一次 你不煩嗎 我都覺得很 替你覺得很煩 明明有 這個功能可以用 你不會用 你卻要每天在那邊看 你不要覺得很誇張 真的在職場上 就是很多人不會 這個V乳函數不會的話 說真的 那你說真的 Excel是裝飾用 那你不會 那你就用 過的也可以 你就不要用這個東西 OK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 先把這個公式 我剛剛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MID 取得108 再把它放到V乳函數 這個地方貼過來 然後再去查 其中的話 有一個是 那個F3 所以你們就是 這個要取的 就按F3 它就跳出來 你就把單位放過來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